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台YG激光的一个操作方式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个配件 它主要配件有这个是手柄 然后这三个呢是探头 这个黑色的是黑脸娃娃探头 然后这个是532 这个是1064 这个是挂架的时候要装到仪器上面去的 这个是眼罩 眼罩呢是操作时候给客人戴的 这个是眼镜 眼镜是操作者戴的 然后这个是脚踏 脚踏开关就是用于控制激光的一个发光 然后这个是碳粉做黑脸娃娃使用 这个是漏斗就是扎手使用 我们首先呢收到仪器之后呢 检查一下配件 配件检查都完成之后呢 把这个手柄刮架 先把这个刮架安装好 就这里三个孔对照安装好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手柄放好 然后把前面这里有一个手柄的这里 把这个 这两个是螺丝 嗯 我们是先把它对应的孔 把这个手柄按上去 然后再把这两个螺丝给拧紧就可以了 一期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在开机之前要给仪器先进行加水 加水的话我们是使用这个漏斗 然后我们看一下 呃这里有一个是注水孔 注水孔的话是沿巾这个漏斗 然后下面有两个孔 这边呢这个是放水孔 这边是溢水孔 那加水的同时要把溢水孔打开 一直加到这个溢水孔出水来 就证明仪器里面的水就加满了 加满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灭掉 然后仪器呃最好是一个月换一次水 换水的话就是把发水孔打开 让里面的水流出来 然后再重新给它注水 嗯 仪器加好水之后呢 我们把电源线脚踏这些都全部淋进好 嗯 连进好电源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一期惊喜开机 第一次收到一期的时候 这个是紧急开关 这个是关掉的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的话 就往右边这样的里面 让它弹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钥匙开关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进入到界面 来看一下 它这里是有洗纹身洗眉去色斑 黑点娃娃总共有四个选项的 它的一个调节方式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是能量调节 一个是频率调节 然后它的一个语言选择 那这里是可以去呃 摄入密码 然后再可以进行语言选择的 然后下面 下面进行一个 仪器的操作 嗯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三个探头 它这三个探头是怎么使用的 然后这个黑点娃娃是配合探险 专门做黑点娃娃的一个项目 这个1064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都有标的1064 它是针对于色素的 就针对于黑色的 还有蓝色的这一类颜色的 纹身纹眉 还有去斑点质 这样子的话 都是用1064 这532的探头呢 532探头 它是针对于红色绿色黄色 这一类彩色颜色的纹眉纹身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点进去 我们先进入一个洗纹身 比方说是一个黑色的纹身 然后我们就 使用这个1064的探头 把它安装到手臂上面 接下来安装好探头之后 调节能量 能量的话 我们先使用 比较稍微低一点的 差不多200左右的一个能量 然后频率 我们调三到五中间 这样子的一个频率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我们再按这个准备键 然后这个激光呢 它是带红苗的 红苗的话是 你这样子没开的话 它是没有的 那红苗是后面有一个 红色的开关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里就是会有红苗 我们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对准 多多时候先按这个准备键 按准备键之后呢 我们是对准这个 先距离近一点 比方说是洗纹身 然后我们是踩脚踏去控制这个发光的 我们先距离差不多控制在一里内 然后如果它能够爆破的话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一个自己去给它做完 如果不能爆破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手柄的慢慢抬高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慢慢抬高的过程中距离越远的时候 它声音是越来越大的 然后这个点呢是越来越细的 它就是越来越聚焦 证明这个能量是慢慢逐渐变大的 所以呢我们是调节距离的话 也是可以控制它的一个能量大小 如果是洗红色这一类纹身的话 那我们先点击这个待机键 然后更换探头 更换探头的话是 红色纹身是使用这个532的探头 然后把106的拧下来 能量的话也不用调节到很高 也去200左右 如果说能量不够 那我们后期再慢慢的往上面加 200的话是一个起始能量 然后按这个准备键 它的操作方式跟1064那个探头 也是一样的 它是也是先从很近去 再慢慢的抬高 这样子去控制它的一个能量 我走在山上 我走在夜里 你走在我的心里 然后现在看一下黑脸娃娃的操作 黑脸娃娃的话我们是换一个这个黑脸娃娃的看头 首先 然后再把它切换到黑脸娃娃的一个操作界面 把它能量调节的话 也是先从200至300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起始能量开始做 平面的话可以稍微调大一点 我们可以调到6到8之间都可以 然后按这个准备键 黑脸娃娃操作时候先涂碳粉 碳粉的话注意不要涂很厚 就差不多涂这样子的一个厚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距离 黑脸娃娃不需要很近的距离 我们距离稍微远一点 差不多5到6厘米的一个距离 这样子 然后踩脚 反正 你们看的全部都打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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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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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running in the woods